不光是调整 因为更重要的是会影响到 都可以酸一饼吧 那个时候 其实我看 配对的最佳的配合应该是什么样 你比如说像现在大家看到的丁宁和李小霞 应该说一左一右的搭配还是非常合理的 不是很好 他们出招现在有点招招致命 一板球哪个人是最难受的那个落点 他们都打到了那个落点 还让另一人来打 所以先下手那一方就更多的占便宜 李小霞揭发球 刘士文白短 丁丁反辣 李小霞揭发球 调打 吃亏了 对那些体能比较好 他们的这个心理和技术能力 好的 这种情况下 李小霞和丁宁就要采取新的方式 让丁宁的压力小 而李小霞就必须要下手更狠 看到就是丁宁的这个脚伤 对他们心理上应该说也起到了一定的这个变化 四板五板可能就不行了 所以发现了 漂亮 好的 产生就是男子单打 方伯对马龙 箭的多 精的多 所以心里就稳 对 漂亮 好的 现在刘顺人发球 李小霞揭发球 丁宁反手打起来 行程相持了 李小霞封住 丁宁 丁宁揭发球 注意零把球挑起来 因为任何事物都有规律 体育比赛就是在规则允许的情况下 公平竞争 所以比赛可以 就是不要太凶 尽量打到相持阶段 对 世人发球 丁宁揭发球 哦呦回摆 哇 这样视频赛就落下帷幕了 注意零前面出了问题 他照顾的面积不够大 就失去了自身的优势 丁宁揭发球 哦 现在注意零发球 李小霞白短 叮咛把球拉起来 李小霞接发球 注意零准备白短 叮咛把球拉起来 行程相持 把高调护线 叮咛反拉 哎呦 这球太高 李难度系数就上了 现在8比10 叮咛发球 啊 可以啊 你又是那儿